字幕君 字幕君 咸的薄餅大家吃得多 但甜的披薩也有很多口味 非常棒 好像今天這個玉桂蘋果蜜糖披薩 大家又會不會試一下呢 材料有印度烤餅 蘋果 忌廉芝士 玉桂粉 還有蜜糖 是這麼簡單 這個甜品披薩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步我們將蘋果去芝士 研究後切薄片 如果蘋果去芝士 如果有這種廚房小玩具 就變得非常方便 如果沒有的 用刀切都一樣 插進去 看 一拎 芝士就很出來了 而且核子就沒有了 真是挺方便 好 接下來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去皮 如果你不去皮的話 也沒所謂 不去皮的話 樣子會比較好看 我們將它切成很薄的薄片 切到蘋果之後 因為蘋果都很容易生瘦 所以我們將它全部放進一個碗裡 然後呢 擠檸檬汁 這樣它就沒有那麼容易生瘦了 而且這個檸檬汁也有好處 就是令到它酸一點 其實如果你想 嗯… 你喜歡吃甜一點的可以用紅蘋果 你喜歡甜一點的 用青蘋果的口感 就會更加爽脆了 好 那我們將蘋果片拌一拌 剩下這些就可以吃了 接著呢 我們將這一塊烤餅 就不要拆開那張紙 我們將它大約撈扁多一點 如果你不把它撈扁 它會彈起彈到 有時候彈到很厚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輕輕把它再拌扁少許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 可以入焗爐的碟裡 在入焗爐之前呢 我們噴少許油 在碟上面 讓它不會黏著 其實這些烤餅都不容易黏底 因為其實它上面也有些油在這裡 我們就把這個烤餅放在碟上面 你可以再把它收一收形狀 然後 我們再把這個忌廉芝士塗上去上面 鋪好這個忌廉芝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鋪一些蘋果上面了 鋪好這個忌廉芝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鋪一些蘋果上面了 鋪好這個忌廉芝士之後呢 軍人窄植蘋果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鋪一些肉桂粉在上面了 那肉桂粉呢 其實就不需要很多 很多 鋪好玉桂粉和蘋果 我們還可以在這些欖上 放少許芝士在表面 令到它一融化的時候 就會將蘋果和皮 黏在一起 而且還會有金黃色的效果 放少許芝士在表面 然後就可以拿去焗 焗之前要記住要抹一抹碟 因為有任何其他材料在碟裡 焗完之後就會焦燥 這樣就不夠好看了 預熱焗爐至200度 然後就可以焗大約15分鐘 然後把蘋果批 看到這個鬆餅彈起來 就已經焗好了 最後我們就加上蜜糖在表面 把蘋果批大功告成 切完蜜糖之後 就算了 用來的一堂 有一點 用來的合理 那個瓶子 就算了 感谢观看